一望花莲县政府发放三节物资 民众总是要大包小包的驱车前往提领 而为了要辩解符合资格的民众 今年是改成发放生活物资券 只要持600元的面额券 就可以到花莲县内 连锁卖场以及农会超市等 来自行选购所需的物品 而物资券的领取只到6月15号 错过领取就不再不发 考量耗费人力物力 民众搬运不便 加上发放物资未必为民众所需 花莲县府社会处将历史13年的三节发放物资 112年起改为发放幸福花莲生活物资券 5月26日起至6月1日 于是山商镇市现场发放 县长徐政卫也在26日上午来到新城乡宣导 有几个地方可以购买 大家知道吗 有几个地方 甘老婆 狗冠 农会 还有 还有圆脸 还有眼睛 爱马 看大家每次体股攻击都很重 所以这次换在这方式 我们试试看这样好不好 好不好 那如果换在这边好就给我们掌声好不好 好 除既有的低收中低收入户 领有声障补助的轻度声障及中度以上声障者 并新增中低收老人生活津贴者 各位乡亲一定要记得哦 那每一次呢就是一次要购足六百块 那如果你要超过这个额度呢你要自费 然后这个券呢使用上我们的设计是不早领的 也不能换现金 那也不能买烟 买槟榔买酒 只能买生活物质品 发放当天没有领到的第二天开始 是在负贞事务所领 那终结日呢是在6月15号 6月15号呢是最后一天的领取日 务必要记得哦 然后再来使用日呢 使用日是到10月31号 今年的10月31号 今年的10月31号 是最后一天的使用日 这个部分呢请各位乡亲一定要记得哦 那个领好领到这个布置券以后 请保管好 不要疑似哦 疑似我们没有补发的 6月15日前 符合资格民众都可支付其所在地支付证事务所 补离面额600元支生活物资券 前往花莲县境内加勒服 爱买全联筒冠及农会超市使用 使用期限至今年10月底 花莲县服表示 未来会滚东市调整 也例如直接拨款至民众账户等方式 期盘跟便捷献民也照顾更多弱势 记者长包验前程相报导